Hello 大家好 我是Wendy 这礼拜大家追王丽红的瓜有没有感觉很累 因为息息量太大 出瓜速度太快 短短五天之内 包括百图名文孙宇 丽红爸爸 还有王丽红本人先后发出小作文 对李静雷的长文做出回应 百图控诉李静雷利用自己博取舆论同情 说自己12年跟丽红正常交往时候 是有分享过亲密照 但两人13年就已经分手 15年互删微博 他指责李静雷在长文中偷换时间概念 误导大众他和王丽红婚后仍然保持亲密关系 对此 李静雷直接甩出一张 优密在15年用裸照头像给王丽红发的WhatsApp信息 干净利落地打了他的脸 到了王丽红爸爸这 则是给李静雷描述成了心狠手辣的大恶人 控诉他靠怀孕则得以伤位 婚后给丽红带来了七年的痛苦 一而再再而三的威胁 近两年更是地狱般的折磨 要房子 要生活费 要飞佣 保姆 司机 数亿台币的要求 李红通通都满足了 但如果两人的婚姻真如他描述的这般水深火热 王丽红为什么还能把李静雷写成70亿分之一的奇迹 深情缓缓地唱给几万现场观众 甚至拍进大电影班上荧幕 王爸爸这不等于是在打自己儿子的脸 皆是王丽红利爱欺人设欺骗歌迷吗 最后轮到王丽红下场 全文可以概括为五个字 泼脏水加卖惨 他说李静雷当初威胁自己不结婚就带着孩子消失 甚至拳打脚踢自己被迫才点头答应结婚 谈离婚协议的时候 李静雷也并非常文里描述的一毛钱都不要的形象 而是分了1.5亿外加每月21万人民币的生活费 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给的太少 文章中间王丽红还两次很突兀地称呼李静雷的日文名字 突兀到除了要故意激起大家的民族仇恨 我实在想不到其他合理解释 文章最后王丽红还卖惨 暗示李静雷不让自己见孩子 当时看完王丽红的小作文我就很诧异 他这是回复了个啥 明显是在逼中就轻 上个视频我就提到过了 李静雷控诉的是王丽红在婚前召计约炮 在婚后把他当生孩子激起 并且生完就跑对家人疏于陪伴 这才是王丽红作为公众人物 作为丈夫和父亲失德和失职的部分 至于李静雷有没有通过孩子强求王丽红结婚 或者在离婚过程中有没有争夺财产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无论是什么 都只能抹黑李静雷 而并不能洗白王丽红 并且王丽红想往脸上贴金的时候 就称呼妻子为李静雷 特地强调在歌大读书 想污对方的时候就叫对方牺牲美质子 王丽红这波操作 属实是有点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了 联想起之前 吴亦凡和郑爽出事的时候 在微博上的回应 也都是一样无视网友的智商 郑爽回应代孕弃养的时候 强调自己在中国国土上没有犯法 吴亦凡回应又监督美族的时候 明明自己在说谎 还撂狠话咒自己 我就很奇怪 王丽红身为天王巨星 他背后的经纪公司和公关团队在搞什么 怎么能允许他发出这种小作文 结果一查才发现 王丽红早在2011年 就已经与索尼解约自立门户 加入了红生艺人经纪公司 这公司的法人代表李明珠 就是王丽红的母亲 所以跟吴亦凡和郑爽一样 王丽红背后的团队就是家庭作访 而他的演艺事业 也正是从2011年开始走的下坡路 这个我们等会儿细说 回到他们跟李静蕾的微博大战 王丽红跟他爸爸 在微博的声明地众就轻 回复了个寂寞 这个很多网友都在评论里面点出来了 而且李静蕾也没有中圈套 不仅把问题拉回了正轨 而且针对父子二人 在叙述中的逻辑漏洞和造谣部分 都逐一回击 其实李静蕾对王丽红的很多指控 我们至今是无法辨别真伪的 因为他并没有贴出证据进行实锤 但是我个人觉得 通过他每次都能两小时之内 光速回复来看 大概率是没有说谎 因为他不需要去找角度编故事 只需要罗列事实予以反驳 所以才能做到快速回复 之所以没有贴出证据 我觉得也是为了给王丽红 保留最后的尊严吧 因为毕竟对方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但李静蕾的长文到底说了什么 有很多细节 吃了这么多天的瓜 相信大家已经门清了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结果就是 王丽红已经发文表示道歉 说他会承担责任 并且把台北的房子过户给李静蕾 而李静蕾也做出回应 说希望此事能画下句点 也希望王丽红改过自新以后 大家能够继续支持他 其实这件事我最好奇的有两点 一是王丽红为什么非得要离婚 毕竟李静蕾都已经允许他去过自己 随心所欲的生活 想回家时再回 回来还给王丽红煮他爱吃的菜 更何况家里还有三个心爱的孩子 除非是有新年情要公开 不然我实在想不到 非离婚不可的理由 第二个让我疑惑的点 是王丽红为什么对李静蕾这么扣 他可是天王巨星啊 少说也得实际一个身家 怎么人家就要两个亿 还要讨价还价到1.5个亿呢 于是我就去扒拉扒 王丽红这几年的收入 结果发现他赚钱能力早就大不如钱 过去十年 总共就发了两张专辑 演唱会赔钱 拍的影儿赔钱 此外他还创立潮牌 开发APP卖音乐课 甚至开直播卖课 但都销量惨淡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 在王丽红这次离婚风波事件之前 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多年前 周王陶林四个人 称霸台湾歌坛的时候吧 从1998年到2010年 王丽红几乎每年都有新专辑问世 很多作品广为流传 巅峰时期的2005年 风头甚至有盖过周杰伦的趋势 当年的金剧奖还安排两个人坐在一起商业互吹 在这几年的华人音乐世界里 有两个人常常被歌迷朋友 还有媒体朋友拿来做比较 说他们是欲亮情节 现在我们问到周杰伦 杰伦 杰伦 王丽红 在你心中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他 其实长得很帅 然后呢有一个重点就是 他除了帅之外他的才华呢 我觉得真是有目共睹 杰伦 我一直觉得都很幸运能够有这么有才华的 这么优秀的一个艺人在我们圈子里面 然后我常常会想到你我在创作的时候 然后因为你写歌的标准是在 是很高的 所以也会让我自己push自己去进步 如果这么欣赏的话 刚刚有唱到唯一 那立宏 是不是也有听过杰伦的歌曲 当然当然听过了 不懂你的黑色幽默 想痛却又在靠到我 手伤你想很久了吧 但是从2011年离开索尼后 王力宏的事业就开始走下坡路 15年发行的专辑《你的爱》 甚至都没几进当年数字专辑销售榜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音乐市场 正值盗版最猖狂的时刻 直到15年7月 国家颁布史上最严县令 才终于完成了向数字音乐时代的转型 然而17年发行的专辑《AII》依然销量惨淡 远不同年发行的林俊杰、张辉妹、陈奕迅的专辑的销量 那之后 王力宏就再没出过专辑了 2018年 王力宏启动《龙的传人》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 一年后却因投资方当代东方公司的解约立场而提前结束 演唱会代理合同签了三年 当代东方预计总投入6至9亿 预付了王力宏公司1.75亿 而2018年的演唱会结束后 实际营收只有1.34亿 所以当代东方不想继续做了 决定违约离场 对此 王力宏方面也喊冤 说自己为了对歌迷负责 选择继续坚持演出 而遭受了重大经济损失 根据去看了演唱会的歌迷反馈 现场效果其实非常好 所以这次失败并不是演唱会本身拉垮 而是营销失败 或者他们没有算清楚投入产出比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闹剧 因为当代东方本来就是个半吊子公司 当初是做水泥制造起家 2014年才开始涉足影视 与王力宏的合作是第一次带的演唱会 他们只想着借王力宏的IP大赚一笔 但双方明显都低估了半演唱会的难度 除了做音乐开演唱会 王力宏过去这十年还拍电影 卖超牌卖网课 我们一个个来看看他战绩如何 这几年王力宏担任第一男主角的电影有四部 恋爱通告和非常完美的成绩还算理想 分别是3500万的成本收获5300万的票房 和5000万的成本收获了1.45亿的票房 虽然跟童年商业的其他电影票房没得比 但至少达到了收支平衡 而后两部电影《火力全开》纪录片和《古剑奇谈》 就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 《古剑奇谈》一亿的拍摄成本 票房只有1400万 而《火力全开》是王力宏自己投资做的纪录片 最后票房只有200万出头 嗯 我犯规了 怎么叫犯规了呢 就是拍电影的第一规则 就是别花自己的钱 哦 还有这个规则 对 结果我第一原则就破坏了 我低估了那个预算 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 2019年 王力宏还创办过潮牌《龙的传人》 但我在淘宝和抖音都没有找到官方店铺 主在德物APP找到了 但累计销量只有三件 看起来只是他一时兴起做的 并没有用心经营 后来王力宏又开发了乐学APP 出售视频课程教大家唱歌 通过上天天向上和摆编大咖秀的宣传 第一期课程卖出去两万多份 我现在就是想要把这三十年的学到的这些锻炼的这些技巧 全部都浓缩到一个三十天的课程 你看看 叫乐学 说实话 以王力宏在歌坛的地位只卖出去两万多份 我觉得算很少的了 而且看留言 这期中不少学员应该还是王力宏的粉丝在外爱发电 到了第二期 王力宏改变销售策略 在抖音开直播卖课 甚至承诺卖超过三千份就现场刮胡子 就这样也只卖出了六百多份 最后再看看王力宏这几年的代言 2011年之前还基本都是国际大品牌 到了近几年就变成了网游和一些不知名的品牌了 其实我觉得作为艺人想要跨行 想不断尝试新的领域都无可厚非 甚至值得鼓励 因为艺人说到底是要服务于观众的 而随着实在的进步 观众的喜好也一直在变 以前只能听歌看电影 后来随着影视业的发展 互联网科技的进步 开始追剧 追网综 看短视频 那艺人往这些地方发展 也是顺应实在的潮流 但如何执行 才能很好的利用自己以前积累下来的人气 而不是断送了口碑 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是有专业要求的 如果王力宏背后有更专业的团队 帮他把控方向 更合理的规划在音乐和影视方面的投入产出 筛选好了剧本 找有经验的合作方办演唱会 办直播 甚至对他的私生活进行一定的约束 可能他现在的结局都会不一样 当然明星想自己当老板 有自主权也能理解 我之前视频介绍过的张艺兴 胡海权 自己做经纪公司都很成功 但经营公司不是开家庭作坊 其实很多东西 隔行如隔山 真的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有精力去学习固然是好事 没有的话就把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王力宏这几年对自己事业的经营 还有在这次离婚风波中 展现出来的对李静磊的态度 都让我感受到了他的自大 这里的自大并不是说言语上的自大 而是精神上的 一个人可以讲话谦和有理 但精神上依然为我独尊 可能因为王力宏是家里和公司里 唯一的经济来源吧 所以他自然而然的 觉得自己掌握绝对话语权 觉得别人都是活在自己的施舍下 但其实他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 他可以是主公 但辅助位的人也很重要 对于家庭他只是出了钱 而有了李静磊奏的很多后勤工作 这个家才得以维持 对于公司他是艺人 诚然他有才华有作品 这些可以看作是公司的核心产品 很重要 但是良好的营销手段 公关维护也都必不可少 是需要专业技能的 没有对这些辅助位 予足够重视 那整个团队就很难维持长久的成功 就像王力宏的家庭和事业那样 最终分崩离析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点评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Wendy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